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端熊日常 今天呢 是要來驗證一個都市傳說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這個都市傳說呢就是在 凌晨三點的時候呢 打陀螺 就會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其實我是覺得好像凌晨三點做什麼事都會是都市傳說啦 我等一下就是要去驗證看看 對那我現在呢 另一方面還在直播 還蠻好笑的 所以呢我等一下就要 帶這一台 然後還有帶這一台 去公園 等一下會到那個 永康公園 我等一下呢就會帶這一個 然後呢還有兩顆陀螺 先告一段落 差不多要出發了 準備一下陀螺 恐怖的地方是 為什麼要兩顆陀螺 因為另外一顆陀螺 是別人在控制啊 是別人在玩啊 這個就是 恐怖的地方 所以我需要 我需要這一坨觀眾陪我 對 自己一個人我現在就要出發了 等一下我需要記錄一下現在的時間點 2點49啦 現在趕過去應該差不多可以趕上 那各位就先這樣子喔 我現在先放在 放在車廂裡 好不好 好那 一樣會繼續直播 就 等下到了再 再開起來這樣 好 各位到了 好的各位現在呢 已經快接近三點了 現在大概在 十分多鐘就三點了 好不好 那我現在呢也來到這個 永康公園 一路上呢 還蠻少人的 對 應該說這裡已經沒有人了 可以看一下 他們如果路過看到一個怪人在公園拿兩台攝影機 我覺得會比較奇怪一點 他們會比較害怕吧 我覺得 你們可以暴食一下嗎 就是 接近三點的時候暴一下 因為我現在沒辦法 57了 這麼快 等一下 來不及了 三點準備喔 準備暴食 都市傳說來 測試一下 好啊 要開始了喔 來我跟你們說 我跟你說一下喔 唯一 三點發射陀螺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阿伯 給你一起看 就是這樣而已喔 什麼事都不會發生 好不好 所以 留言破解了 一個 留言啦 他們說 晚上 三點的時候 有沒有 你如果生陀螺 會有東西 會扛 扛你手會扛 這樣啦 哈哈哈哈 好了各位觀眾 那經過事實證明了 你三點出來 打陀螺的話呢 不會召喚出什麼 不該召喚的 只會召喚出一個 要來運動的阿伯而已 順利的交到一個朋友呢 好就這樣 驗證結束 這是一個 留言破解 那麼老樣子 影片破千讚的話 欸等一下 先感謝這280位觀眾 就這樣啦 影片破千讚的話呢 明天就有新的影片 那我們就老樣子 交給你們啦 See you 欸不要說那麼恐怖的話好不好 什麼他不是阿伯 我明明就看到他的機車 還停在那裡